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论语维子篇第十一节 周有八事,伯达伯食,众徒众乎,鼠叶鼠下,祭随祭挖 周,我们说过嘛,就是都一样啊 外方,不是十方了,上下左右,前后,上下左右,外方,十方,不是的 所有的方向上的都一样成为周,全面的,真正的平等 有,就是手拿到位,有八,一二三六六七八,后面就是八个二八十六个字 没两个字,是一个词,那就是诗,诗,我们说过嘛,就是也是啊 境界高的人,走道里通达的人,能够监督军的人,给军作帮助手 因为先有军呢,后面呢,只能是诗,诗呢,诗都一样 就是,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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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 补助我们做到全面的平等 哪个方面呢 伯仲书吉 这就是后来我们九中演变下来的 一二三四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老大称之为伯 老二称之为众 伯仲之间 俗是老三 纪是老四 应对着神夏秋冬 东西南北 无所谓 那么这个伯本身 也是有含义的 通伯 这个伍伪啊 伍以后 收了大量的这个猎物啊 打得也好 抓得也好 那么需要大量的工作啊 称之多称之伯 那么要 多你要去努力工作啊 努力工作称之为伯 提出的伯 那么在这伯呢 我们就认为啊 是 做到啊 要去追求 哎 可以拼了吗 拼搏嘛 什么 追求 那么 追求的两个方面 一个答 答我们说过就是 通 到了 什么就是 明白 成为答 这个 是 是呢 就是 就是 拿着多两层 去卡一卡一和多两层 一样 称之为是 或者也有去的意思 那么这个 就是 做到了 哎 通 要考虑到我们是不是明白了 哎 第一 第一个方面 要考虑自己是 是不是明白了 那明白了 是不是做到了 称之为伯达 博士啊 第一 哎 博也可以通过 叫做第一 或者说 要去追求啊 明白 然后追求 明白了 再去 做到啊 要明白 去做啊 要追求 这样的 那么这是 两个事 两个方面 那么 这个中呢 中啊 中一样 就是平等 图啊 和图一样 就是修路 那么道图啊 道路和图一样 留下来是道啊 拿走都是图 那么这是两个相反的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指 这个 去探索 哎 那么 那么能做到 中道啊 和道一样嘛 做到平等 那么还有一个呼 呼是 打猎的时候呢 去驱赶 称之为呼 如果是 拿食物 诱火 就叫招了 就是你去 那么在这呢 就是指 去使 那么就去实施 也和前面这个施是一样 那么你在 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能做到这个道理 那么做到 这个过程当中 会对自己啊 通过这方面去 自我 这个反省 自我去检点 那么哪方面 一个呢 就是说能不能做到平等 那么能不能 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做到平等 啊 那么 那么 就是中 鼠呢 第三 再一个 就鼠鼠 鼠鱼的鼠 那么这个世界有规则 意思 夜呢 和相 夜呢 其实呢 就是指日落 日出成之为夜 大家后来说 那我底下也叫夜 那是 因为夜黑嘛 夜晚是黑的 什么 这个鼠呢 就是说 你在夜晚的时候 能不能 自己能够 心安 啊 万类绝境的时候 躺在床上 要躺在草窝里也好 那么就要去回想 自己的所思所行 那么 是不是 能心安 在一个呢 夜黑暗的时候 只有自己 能不能遭到读觉 啊 就是说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说 谁去监督 有一个规则 我不能偷 啊 午夜晚 通通都是 见不得光嘛 做那种事的好事 你在这个时候 和光亮 是一样的 啊 那么 还有这个夏呢 夏呢 就是指 种植庄稼 那么华夏呢 花是指啊 庄稼开花 树开花 夏就是指 进行这些植物的种植 所以我们属于华夏 哎 所以嘛 还有藏然后面 还有炎黄 火和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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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手手打猎 哎 一样啊 那么这个夏呢 一方面是指耕种 另外一方面 那么夏天呢 通常人穿的比较少啊 就是能不能就坦然面对自己啊 属下 你在这个世界当中 能够 夜晚 你坦然面对自己 白天也面对 抽牢牢的 哎 把自己的一切都展现在能不能 做到 就是光平磊落 说白了 属业 属下 哎 不去做 入室 良上君子啊 住手摸摸 不需要将人能做的 那么夏呢 也是 哎 嗯 嗯 在下面 祭 祭我们说是 就是收获的机器啊 啊 收获的 收获的 那在这档第四也可以 你说收获的时候 收获的时候 就你有点所得 那种物质世界当中嘛 啊 啊 降至入身嘛 啊 随 随呢 就是只顺其自然 哎 随嘛 随着嘛 哎 顺其自然 就是说 不去强求 我觉得种地 那那那收了 那得应该收的啊 不收也是应该的 那也不去怨田友人 因为你 自然环境嘛 那么种下来 真的 环境好的发芽 长成长 你只付出一点劳动 实际上我们人付出劳动很有限 包括种植也好 所有的东西都是 基本上就是 现成的 真正的大自然做工 就是那天上 天空那个太阳 车也是太阳上跑的 树也是太阳树起来的 一切呢 果子长出来 也都是啊 那个太阳 当然那是有真 真正的那个生命啊 我们所谓的灵魂也好 生灵也好 那个意也好 那个 原神也好 真性也好 那么他们的劳作 我借助太阳的 所谓的这个能量啊 满满了以后 我们呢 就是点上种子 那长在了自己 那另外的灵 另外的意 在那里用无数物 我们再去吃 使自己物质生命延续 那么我们 有句话嘛 叫 施主一粒米 大如虚泥山 今生不老道 皮毛带脚环嘛 也是 我们吃了这个种子 吃了人家的生命 人家自己的生命啊 牺牲 使我们的物质生命 得以延续 我们要 明白道理的 要去不辜负 你如果说辜负了 浪负肉身 后果也是很严重啊 以后在宇宙人生 统一论里头 就跟大家去分享 得到的时候 顺其自然 我不受劳动 我也该得 但是得不到 也无所谓 我们也结束 不管是什么情况 你天灾人物啊 下包子了 双家打死了 打烂了 那么 动鱼动死了 刮风 龙杨红刮走了 无所谓 生住了 我们也就是得 得不到 也无所谓 自己该怎么着 要明白道理 主要我们不是说 为了得点 所谓的物质力 那么 哇 哇 哇 那个 凹啊 实际上是一个样物的 那么 有没有向自己倾斜 有没有自私 说开了就是这么个事 实际上人最 要克服的平等 不那么容易 但是也不那么简单 也不那么复杂 那么 有没有向自己倾向 收获的时候 就是得到利益的时候 有没有少多货呀 当然了 不劳而获 更那个了 那么 投机取巧啊 拿多了呀 得多了呀 当然了 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具体量化 不是弄好 当然是我们 有没有想夺得的心 我们没想夺得的心 但是也夺得了 那就差不多吧 有具体的东西 除非真正的明星见性 那量化 也可以量化到 但是那个量化的过程 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也没有必要 就像前一节说 无不就 无大 没有什么大的 你有一个心 那我想平等 那一个苹果 你分的每个细胞都一样 分的原子都一样 那是理论上的 那当然那叫平等 两人分 三人分 分成三份 都一样 那也不现实 但是有 我有心 大家都一样 那么大点小点 其实就无所谓 那么既随既花 就是 获取 所谓的利益的时候 不光是 物质上的 那么就没有 随心 所欲 不欲拘 顺其自然 也没有说自私 那么 你只要做到 通过这八方面 去检点自己 你就可以做到 周 所以周有八事 八个人 八个人找不到了 无从口 实际上 本人就不是指人 而是指呢 这个八个方面 人怎么去 做成人 做成一多周了 实际上 也就属于一名 好 这一节呢 道理都是这么简单 说白了 就是以平等为原则 去老老实做人 怎么去做到 通过这八个 就是说八个法子 那八个方面 自己去检点 自己我去反省 那么 日三行 五自身 怎么反省呢 你在这空 一个建造啊 那周有八事 你就通过这八个方面 你自己去找 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 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 成功的做成一个人 成功做成一个人 也不复杂 也不困难 就看有没有那样的心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 那儿 谢谢大家